台湾省公务局副局长熊宇生,今天特别在宜兰县苏澳公务局第五区运输处,主持了63年安全服务保养及优人员颁奖。 他首先颁发巨大的纪念碑给第五运输处刘云开处长。 谢谢刚才讲一讲,也有20年驾驶经验,从来没有造成的优秀驾驶员林宗胡,以及优秀受优势员向立云等250名,并且免得他们要继续发扬他们优良的服务精神。